好,歡迎大家來到住家財經 今天繼續有Joe在這裏 這個星期我們從VIP的問答環節 都感受到,我們的VIP 甚至乎大部份的投資者都覺得 碎信都出事了 然後就很幸運,很快就救了 但是救了之後,看到國際形勢 又好像這邊又拉攏他,他又拉攏他 我又無端特集去探訪一下你 整個世上好像有風起雲庸 那究竟有沒有能夾一下 現在環境的格局是怎樣的,什麼形勢呢 沒錯,我自己說的說法是 用波缺雲軌來形容這個國際環境 當然,一說到這個國際環境 甚至乎說到這個國際金融 找到老友David出來,就和大家一起測一下 David 你好 Joe,Sam,你好,大家好 好,大家好像剛才Sam那樣說 這個星期,大家整個市場都有很多陰謀論 包括突然之間說伊朗和沙特 斷交7年之後都可以恢復建交 恢復建交的消息傳出沒多久之後 突然之間沙特作為碎信的其中一個最主要股東 就說有什麼事我都不會救的了,拿到整個碎信就出事 再加上碎信出事 SVB出事都好,美國聯柱局繼續維持加息 好像整個世界突然之間 岸田文雄又訪問一下基庫 習近平又訪問一下俄羅斯 好像整個世界很多事情同一時間發生 究竟這些事情有沒有關聯 還是獨立事件看,不要太過陰謀論 有些有關聯,有些沒有關聯 關聯的方式就不是說那些沙特投靠了大陸 然後拜登就不給錢給瑞信,等瑞信出事 然後金融錢一路殺下去,就不是這樣的 首先有一件事就是瑞信 首先就是瑞信和SVB是兩個問題來的 SVB本身就純粹是stupid banking來的 他就不是evil,只是stupid而已 他的stupid就是在於 他其實整個的banking的營運就在賭聯儲局 十勢,一百勢都不會加息,不會散水喉 因為他的客人全部都是start up客人 初創,VC,private equity那些 他又與此同時以為為了鄧雲這些高風險生意 他就買了treasery 殊不知他買treasery,還要買了全部都是長線的 還要在最貴的時候買 這一堆東西全部都是聯儲局不加息 因為只要聯儲局不加息,繼續放水,放到瘋狂的話 實際上第一,就是銀行水泡 銀行水泡就一定要借錢出街的 高高風險都借不怕,因為水多嘛 另一方面,鄧雲的風險,我就買treasery 那treasery反正只要聯儲局繼續泵水 就即是由聯儲局幫你托起價 所以這個我叫stupid banking 根本是沒有risk management的 所以那件事就是一種分開的東西來的 是一種長期這麼多年來已經搞到有一群人 特別是IT界的人 在美國高科技界的人一直有一種信仰 信仰就是聯儲局是廢的 是腐敗的,是無能的 所以他們一邊就出crypto去搶他的flow 搶他的生意 一方面不斷宣傳就是聯儲局遲早落盪 美國遲早落盪 但是他們就好像忘記了聯儲局真的可以加息的 真的可以生水喉的,他們就一直都不相信 那現在就終於做了給他看 所以這個叫做stupid banking 但跟credit suisse就不同 credit suisse這家銀行長期是mal practice的 其實09年那次他走得掉 剛剛是從早完 就是已經清洗過一次 剛剛好,大概從早完大概一兩年 其實他之前都有scandal 所以是叫做幸運,因為剛剛洗完 剛剛清乾淨了一張balance sheet 但是之後他這麼久以來 差不多連連都有官司打的 不是被人控告他洗黑錢 就是被人控告他操控市場 再不是就好像現在這些東西 所以這間垃圾銀行 根本就是垃圾到不垃圾 而且槓桿是超高的 他跟德銀兩個呢 以前我已經計過他們的數字 就是他們的財報槓桿 即是說你將他的股本和他的資產 大家做一個對比的話 德銀是50倍 然後瑞信也經常是36倍 但是如果你同樣你想一下 就算Goldman Sachs 就是美國No.1的投資銀行 都是20倍左右 投資銀行已經是高風險的 他們做已經是高槓桿的 他們自己的生意都是20倍 但是德銀是50倍 瑞信是36倍 你是神經病的 就是你拿2元 你只有2%資本的 有些都是 資本充足都叫做剛剛摘了 戒巴蘇歐那一隻 而且其實他那一隻是做數的 那些是假數來的 所以兩個是兩樣東西來的 根本就 其實他找得三個國家銀行去 去入大股 其實就已經是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在那裡 而且之前也是大陸有股東在那裡 現在大陸股已經走了 大陸股東已經走了 已經走了一段了 另外有一間 我現在那間是什麼產品管理的公司 他也趁機脫身給沙地國家銀行 但是我們要知道沙地國家銀行 就不是沙地政府的銀行 名字叫國家銀行 但是其實是一間商業銀行 就不是由沙地政府去營業 所以它都是一種商業形式去做 所以這一部分 你講說 與其講說一個政治決定 不如是商業決定 就是瑞信已經爛到根本沒得救 所以沙地國家銀行就說 大哥你這樣爛發 我救你我就死了 所以在這一部分 也依然是商業決定 就不是關什麼事 而是瑞信已經爛得太危險 但是呢 那個跟政治的關係在哪裡呢 就不是說這些是一個陰謀論的金融戰 而是這些西方的銀行體系 很有機會會令到中國本來還深大深小 到底我不要名撐俄羅斯呢 或者至少暗撐他繼續 至少我到底我是縮埋 還是說這件事 我飛到莫斯科 雖然我不說明我是軍事支援他 但是我說明其實你的行動 都只不過是因為北約東礦而已 那麼通是怎樣設定呢 我想中國一直在觀望著 而這些事件發生 他們也有人在西方 一向有人收緊情報 我想他們都大概知道 那邊是發生著什麼事的 所以我相信他們大概都知道 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銀行看 可能有些事會出 那麼如果是的話 對於他們來說會不會有一個機會呢 那機會就是 你西方搞一搞一下熬不住 你和我鬥爭爭爭爭不爭 那麼我就不如現在索性 就擺明撐著俄羅斯 我就看看你可不可以撐得過去 你撐不過去的話 我就撐贏了你了 那麼我就可以逼到你上台港和 那麼這就是中國的做法 於是從東亞這一帶來計呢 大家都知道東亞真正來的兩個龍頭大佬 一個中國 一個日本 而日本現在本來是一個經濟大國 就不是軍事大國 已經二次大戰之後被人捆住了 但是自從台灣 就是台海地區的 緊張 越來越緊張 而現在中美擺明撐到行 那麼對於日本來的 就是日本得到了一個機會 就是乘機鬆綁 所以它一鬆綁 除了它一方面跟美國交投名撞 特別是岸田 因為岸田一向被人知道 屬於正統的外交官出身 外交官一般比較溫和 就是不像安培 安培那些是很硬正的 我跟你中國 我是支持你 我是不跟你中國妥的 我是跟美國佬就是跟美國佬 我對抗你中國就是對抗你中國 但是岸田一向被人覺得溫和 有些好像站在兩邊 但是現在就擺明 要跟美國佬交投名撞 於是乎我又去撐烏克蘭 我又押住 甚至就是怎樣呢 中國的駐日拜師 離開它都不見 這些做法是很挖的 岸田就全部落了 還要去南太平洋那邊 又要撐著南太平洋那邊的東西 就是要撐著澳洲 又去跟印度摩迪大家聊 一方面投資機會 印度 另一方面當然也都是在包圍中國 所以我想 一石擊起千蟲浪 當你有些位置 因為不是 一方面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可以去涉 可以看看能否逼到你美國頂不住 或者你歐洲頂不住 你自己內政亂了大龍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給一些壓力下去 乘機拿著數呢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就是 這是一個好機會 如果中國用這種方式去對美國 那就是美國肯定要叫到 那我是不是我做一些事情下去 一方面得到美國信任 另一方面就是我乘機 輪到我 都可以發展日本的勢力呢 就是這樣 不過如果現在這樣說 大家都問一件事 整個國際形勢 原來的微妙關係就是西降東升 首先你要讓人看到你降了 而不是打架球的 不是肆虐的 而是真的弱的時候 那好 這邊就可以東升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在講整個銀行業的爆煲問題 3月22日的時候 美國就繼續上調息率0.25厘 那當時很多人已經說了 包括我在外 就說 喂 現在太多不明朗因素了 包括是沙特 再加上伊朗又是伏膠 加上中國和俄羅斯又是朋友 那會不會整個油價一有什麼事起來呢 美國通脹其實是沒有險可守的 所以它其實不可以說這一刻不加息 甚至是減息的 所以會不會中間那個美國的息口的走勢 或者是不加息 都有這個國際形勢的考慮呢? 多少有的 你說完全沒有就沒什麼可能 不過 說回來就算不考慮國際形勢 假設我們不管這一部分 只是看美國第一個失業率 以及看它的工資 這兩樣東西都沒有去到那個位置 是要令美國要減息的 雖然這一輪經常都傳出有企業要裁員 但是如果你看回每一個企業的裁員數 佔他們那個百分比大概 我都沒見過有一家超過百分之十 沒有雙位數 基本上都是5至6% 而我們要考慮到就是這十年八載來計 美國那種錢多到的程度 很多企業永遠是多到不得了的 你想想 怎麼可能你上班得這麼輕鬆的呢? 可以是差不多10點鐘上班 4點鐘下班 還有還可以是拿這麼多假期 特別是IT業 特別是 理論上應該是競爭最激烈的 是的 理論上應該是競爭最激烈的行業 應該是真的會很辛苦的 但是每個人都這麼誇張 所以永遠其實是相當多的 因為錢實在支持太多了 太好燒的那些銀子 因為勞工是短缺的 其實對於美國來計 有一部分的勞工是相當短缺的 特別重開之後有些人轉了行 就轉不回來 更短缺 變成你要出高薪去請 所以如果勞工市場這麼緊張來計算 你找那個通脹你想跌 其實就一點都不容易 而現在炒人只是剛剛開始 都只不過是瘦一點點 以他們瘦的計算 對於失業率的影響是微乎其明的 就算給你3.6%升到4% 不重要 4%是很低的通脹 失業率來的 在美國來算是低的 你去到差不多4.多%是正常的 你沒有差不多 因為流動市場一定有錯倍的 這個世界沒有完全合適的 所以有4-5%之間是很正常的 現在都沒有回到那個位置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空間 就算不考慮國際因素 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去 不要說減息 停止加息都不可以 因為今時今日 現在的利率去到5% 隔夜 但現在的通脹都還是6%左右 如果你說還是6-7%之間 而你的隔夜拆息只有5% 10年的甚至都沒有 因為你現在計債的利率也沒有那條數 即是你實際上是處於一個 真正的利率是負利率的狀況 即是實質負利率 如果是實質負利率的話 你拿著的錢依然是貶值 就算你放在銀行有5%會收 但是夏年下跌6% 你的銀子的購買力 實際上你都是在跌的 還會是拘捕你的錢出來炒的 而拘捕你的錢出來炒 而你借錢要5% 實際上你可能要去到 更加高風險的資金 而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對於金融系統 一方面要拘捕你出來炒 又要炒高風險的東西 而又越多人炒 就是越多錢走過去的話 那種市場越興亡 就是越多人會乘機走過去炒 這樣會令到金融系統過熱 到那時候爆煲 比現在更嚴重 所以現在是還沒完的 不考慮國際形勢都還沒完 甚至就是說 如果你要考慮國際形勢 更加要加下去 不是因為怕你石油那些問題 因為石油其實不是大問題 對於美國來的 只要一增產 其實它只要不阻礙 以美國現在有的產能 直接是可以水泡 油泡市場 炸到你熟悉都可以 炸到爛都可以 真的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還有現在有的油田不是少的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 不過成本高與低 你油價高一點 反而你有利於很多其他的油田 都可以增產 所以現在沒有問題的 油價不會是一個大問題 只要他想捨得開自己的油田 就一定可以 但是現在你反而不能被通脹失控 也不差 尤其是你的工資和物價的追逐是還沒完 所以加息是不應該停的 實實是 Darick 如果你這麼說 剛才你也說了 未必有關有價事的 但是單純地看國際的環境 似乎美國還是要維持價值 你所說的國際環境 是不是就是說 現在其實都不知道會不會打仗 第二就是那個關係這麼緊張 那些logistics 那些物流供應 也都令到通脹居高不下 然後負實質利率等等 所有這些你看到的東西 甚至乎俄羅斯繼續打烏克蘭的時候 糧食價格繼續升 就是因為這些新組根本上就沒有條件 令美國可以減息 是 沒錯 沒有辦法可以令美國有條件減息 甚至加息 加息都還要加 我想要加到大概你看到 那個隔夜拆息的利率 大約高兩碼 就是0.5% 高過那個通脹 因為通脹都會跌下來 它不會一直無盡的上去 現在其實你看到通脹都是放軟的 但是我想要直到去到這樣 就是實質正利率 那你才可以殺到車 令到經濟酷彈 如果不是就是你不可以停的 如果不是的話 倒過來就是 人家真的有心打金融戰 假設當你有陰謀論 真的有心打金融戰的話 散播謠言也好 或者特地在蜜蜜市場搞起也好 搞你美元的信貸系統的話 那你到時美國就真的麻煩了 因為美國能夠打仗打到這麼狼 其實就是因為它的生產力 和它的物流能力超強 而這些超強的基礎 全部建立在美元上面 美元能夠無限地出信貸 而美元能夠近乎無限出信貸 就是因為美元大家都相信 但是如果美元沒有了紀律 或者沒有人有信心 那你到時就被人一拋就不停 所以我覺得現在有趣的就是 國際形勢對於美國或者歐洲來講 反而你說以外交和軍事形勢 他們反而不險峻了 他們已經夠了資料去玩下去 反而就是麻煩你搞定你自己國內的金融系統 這個是最大的利益來的 而要搞定的話 除了加息之外還有其他事情要做 是的 Joe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樣看的話 大家都一直在問 中國在沙特和伊朗的角色上面 是不是真的純粹是不喜歡民主黨 純粹是沙特不喜歡拜登 就是繼之前Sylen式的迎接拜登來到訪之後 再來一次 簡直是和中國在近密關係 會不會用人民幣做有緣 其實這個是單純刺激美國 還是其實開始逐步去脫歐和美國 沙特那邊 其實我覺得他與其說 脫歐還不如說他要謀出路 沙特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沙特太子MBS自己的問題來的 因為他那個他爸爸拿的位置都是正面拿回來的 甚至沙特差不多代代皇帝都是正面拿回來的 那麼他有個問題就是到他上的時候 他爸爸也九十幾歐 到他上的時候他怎樣擺平了那麼多家 就是自己的家人和那些姨媽姑姐呢 而大家都知道石油行業是有限的 就是始終這個不是一個未來的 而沙特太子不是看不到的 沙特太子一直都知道這些東西 所以你想想他在沙特阿拉伯自己裏面搞環保城 他一向都很想投資下去的環保項目的那些 但是你跟美國至少一部分的勢力的隱隱怨怨 你令到他好像無法接觸 而回到來說就是 如果你說以中國在環保產業計算 你說是不是沒有影響力 都不是 你想想汽車電池呢 今時今日有四成都是來自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的Captel 是中國企業之餘重要應該估計都是皇上股 你想想他的地方就是皇上的龍興之地 他做潛龍那時候的位置 寧德縣開波的那頭是 那皇上都是在寧德縣那裡蹲過的 那所以如果是的話 而他想發展環保產業 當他其他東西有辦法掃到東西回來 那電池的話是不是可以來找中國呢 去找中國拿呢 反正都是四成的 全球佔四成是他 來自於他的 那你如果要組裝 可能找到其他公司來做組裝 或者做設計 那但是電池那句是不是他可以供應呢 然後我賣石油給你 至於你說用不用人民幣結算 其實對於沙地阿拉伯 很簡單而已 其實我不需要一定要收人民幣的 大家又是滑賬而已 我和大家拿一本數稿出來對的 你給我多少電池 你給我多少工具 或者其他甚至一些中國的武器 我不是賣多少石油給你 都是交換的 好像伊朗 好像之前伊朗的做法一樣 美國制裁伊朗的時候 伊朗不是和歐洲的銀行 就是以物易物 大家拿帳簿拿出來畫帳而已 這個沒所謂 沙地開多條路 而開多條路之餘 其實也當然是對著美國 就是一種hatching來的 就是說 跟美國說 我不是靠你一個的 其實你對我好一點可以嗎 就打算這樣刺激美國 但是我估計 沙地太子有機會猜錯東西 在這些位置 因為現在去到一個 抹了臉 大家責罵的年代 很難站兩邊 如果你玩這些站兩邊 除非你真的很直租 你好像印度 印度 至少是對著俄羅斯的時候 可以站兩邊 但是他都要選一邊站 就是說 至少他對中國不是站兩邊 他只是對俄羅斯站兩邊 而印度的位置 對俄羅斯算了 無所謂 總之你買石油 不要買過龍 買俄羅斯工具 不要買過龍 美國的黨看不到 但是沙地有沒有去到這麼大的 好像印度那麼直租 就似乎差一點 雖然他在阿拉伯世界 有影響力 但是他沒有去到印度那種的級數 所以會不會沙地阿拉伯有機會不穩呢 這個就可能要看下去 但是對油價有多大影響 我覺得不會很大影響 現在因為美國已經知道這件事 都看得到 但拜登政府現在批准了阿拉伯世界的 這件事 美國環保左膠發瘋 都沒有用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環保團體 都是民主黨的其中一個盤 就是一個投票 就是一個票箱 但是 這樣他都敢得罪的話 你也知道美國現在有什麼狀況 其實美國在備戰的狀態 難聽說你可以說 進入準戰爭狀態 就是有些東西 我不管你這麼多 現在大佬搞定了 就是過了這一關才說 所以你環保團體怎麼吵都好 你是我其中一個票倉 我不管你 我搞定了我現在當下的問題 就是這樣做 可能他自己也要慎防 油價突然大叫 總之就要做出一些buffer位 而且要保障充足供應 是 所以現在這樣看法 就是你看到整個局 就告訴大家 就都好像我之前說 波缺雲軌 四個字都說完了 整個國際形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也可以看著 似乎大家都磨拳拆掌 但是就沒有去到一觸即發的 似乎都還是等一等 或者大家正在安排 但是現在的局 會不會有少少像1949和1955年 先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接著有華沙公約 就是兩邊陣營很壁淚分明 大家就好像現在這樣了 你自己選吧 選邊靠站你選一個 這樣 你不是我那邊就非有積敵的了 就是以中國的術語來講 那會不會現在越來越緊張 就是去玩這件事情呢 其實已經形成了了 你看到就是 就是大家之間那種紮馬已經紮了了 不過就還沒有紮到去美蘇當年的水平 但是在某一些東西上面 其實是紮得好行的 你想想看晶片 看下網絡世界所有相關的公司 你看看 TikTok已經被人拿上去照廢 接著Beyonce那邊 Beyonce那邊 Sorry Beyonce那邊又被人拿上去照廢 就是一個就照廢 一個就照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美國已經 拿了工具 不斷扔中國的網絡企業 除此以外 其實如果美國能夠維持著 相對高息的政策 其實是另一種情況下 導致中國的金融體系和銀行體系 其實受壓 你這樣就迫到中國沒有辦法放水 但是中國在現在這一刻 是很需要大量的投資 大量的大水慢灌下去 才可以迫起 因為疫情封鎖得太厲害的經濟 但是如果美國把水喉拿到這麼緊的話 而中國除非能夠拿到很吸引的條件 如果不是就沒有錢過去的 如果你還是像現在這樣的狀況的話 會無端端轉政策 就割你糾塞 那誰願意去投資 那沒有投資的話 你中國根本就不會夠國力 可以支撐你的軍工體系 繼續發展下去 那美國就可以跟你拉開那個距離 這個就是金融上面 如果拿得很緊的話 的一種副效果 甚至中國想自己泌人民幣 都泌不得那麼多 因為你泌很多貶值的 出得到銀行體系就會貶值 一貶值起來 錢就會快速外流 離開中國 這個也絕對中國不想 但是中國你說 敢不敢說現在全面落閘呢 那我想還亂 因為今時今日中國 不行 不是盧毛澤東年代的中國 那時候的中國 根本就不在國際貿易體系裡 封鎖就是封鎖 但是今時今日你一封 甚至你怎麼交收 很多國家就算肯和你人民幣交收 但是你什麼都生產給我 你中國那個供應鏈不是完整的 因為有很多的原材料 中國本身沒有的 都是要靠入口的 那如果你一封鎖了 你連別人的原材料都拿不到 你怎麼加工呢 你不能加工怎麼出口呢 那你出不了口 別人不跟你買 那你怎麼辦呢 所以我想美國不會那麼容易放鬆 還有一個多一個理由 就是到時 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到時你以為 我不是用美元的 我收你油 或者收你大米 收你小麥 打算用一條牛仔褲給你的 但是現在最麻煩 就是牛仔褲的粒子 喂 欠粒子啊 牛仔褲 欠一條拉鏈 那怎麼辦呢 只不過是一個例子 牛仔褲 可能是電話 手機 欠這些東西 以物易不來物 有機會就是這種國際形勢 好啦 大家聽完之後 你會猜不到 或者找回阿Sam出來 你會猜不到 原來一個很簡單 一個銀行無可報的事件 瑞訊也好 或者未來接下來 德銀也好 原來都令到整個國際 牽一發動全身 你不要說無怪 所有東西都是蝴蝶效應 裡面那隻蝴蝶 就這樣了 就等於David剛才說 一石機器千重浪 就是和大家很表面 正在看著 是否要用人民幣結算 原來不是 原來倒退回頭 玩以物易物 是不是會減息 傻了 如果我繼續加息 我乘機經濟戰 正在打中國 其實有很多事情 就是面那陣子和底那陣子 不過在經濟上打緊仗 所以大家希望聽到 David和Joe的策局 更加了解環球局勢 未來投資的 就不要只看面那陣子 又不要只看底那陣子 底面兩陣看完 就容易看寬一點 今天謝謝David和Jo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下次再見 拜拜